在2022年的拼超联赛 男子团体的循环赛中 许缺飞是1比3败给了网络运动 原来说反手和正手一样强势的 其实缺飞在比赛当中 很少有前三百的一个过渡 都是在这个 这是他的一个打法风格 那么比赛的开始 哇 这球 周晋豪手上是有一个动作抹了一把 好球啊 他也是看住了自己的反手 防了一个回头 这样才能进入到薛飞的节奏 对了 好球 来看一下这球的回放 缺飞的纸板的反手 应该算是目前国家币 运动员的反手呢 还是天天有一个弊端 哇 好球 先来看 跳一个变中线 这三个球的质量也是特别高 周晋豪的局点 看出台 但是这球并没有太高的质量 所以是攀住了自己的正手位 一把快带 第一局比分是11比7 周晋豪的实力也毋庸置疑 在很多 来看一下这球的回放 周晋豪的这一把反手的力量 那是很续的 也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好棒 好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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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上手 刀球 漂亮 的确不能以横板去抗生 因为从发力结构上来说 好球扛住了 我自己的无畏失误 更少的那一方 肯定会取得一定的优势 拿手扔起来对住 第二局依旧是周四号 9比5领先 打托 形成 托 都在给你球 就 大脚 中间位置是相对得住的 所以是钉座中间这个点位置 拉开两根去死 哈 在两三年之前啊 一旋转 为了反手 好招 双方的第三局战至9平 好球 中阻力吧 中阻力吧 好的 再来 机会 还能不能抓住 好球 这球太漂亮了 丘启豪在远台 用反手进行了一个反拉 但随非这个球也是 丘启豪的台内顶了一个直线 好球 好球 因为这一把周智豪 拉半出台的时候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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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一下 好球 跳舞 控除台内波排 好球 1比2 王庆宇 四排是徐神浩接近的刘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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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不是很坚定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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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 周琦豪把队内球 押住 形成相持 漂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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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啊 薛飞也是将自己的所学所列完全的发挥了出来 这呢都是偏向于正手 而反手没有那么凌厉 现在第四局学会拿到了局点 有些有心无力 但前两局当中的发挥啊 一直都是很在状态 好球 看到这球发完之后都能犹豫 直接就往侧分位走了 这球都是给到周启豪的反手 所以周启豪在这个点位呢 都是有所准备 目前的决胜局 周启豪是拿到了三个球的领先优势3比0 心理上还是出现了变化 有想法了 反手退作 好的 这手快带了一把斜线 这球呢也是比较靠近 好球 行程对拉 这球看看学队能不能拿住 漂亮 ball the big 吉他 志但是 最容易打 того že张先生回来之后学会的发球 好 bet 老拨 上手 现在就看谁 在出手的时候 更加坚定 对球学费是 借得很巧 神圳上是好球 球的回放 虚非在反省位盯住之后 周启豪的这把 还是两位运动人的心态 随地都在球上 有可能 当你的思绪不在球上 周启豪的赛点 周启豪的赛点